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出现了短暂的失忆 好半天才想起了自己的名字 而且对岛上发生了什么事更是模糊不清 随后警方试图联系珍娜的父母 但他们还在柬埔寨旅游 最快也得两天才能到 警官郑义哥按照流程把唯一的幸存者珍娜列为第一嫌疑人进行审问 就在这时 司法法医官郁杰打断了郑义哥的审问 他认为珍娜现在处于应急阶段 没有正常人的思维 所说的都不能当作证据 郑义哥也只能暂停了审问 并由郁姐接手进行前妻的心理干预 面对郁姐的开导 珍娜渐渐地恢复了理智 也想起了大概的事情经过 珍娜是一名舞蹈专业的学生 学业有成家庭富裕的她 马上就要和父母搬到纽约发展 在临行前 好朋友长发哥长发弟 以及长发弟的女朋友小美 约珍娜到小岛狂欢度假 以此纪念大家的感情 同行的还有男主小帅 小帅和长发兄弟是死党 也曾是珍娜的前男友 虽然彼此有些尴尬 但这难得的旅行还是很有吸引力 接着大家就乘坐长发兄弟家的游艇向小岛出发了 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 吃吃喝喝的非常的开心 很快也就到达了目的地 听到这里 郑义哥打断了珍娜的话 因为按珍娜所说的 加上她也只有五个人 但警方发现的是六具尸体 加上珍娜就是七个人 那两个人是谁 珍娜也感到很疑惑 想了半天也没有头绪 于是玉姐让珍娜先睡一觉 第二天再继续审问 因为担心珍娜睡不着 玉姐还给了珍娜一片强力的安眠药 第二天 审讯继续进行 珍娜果然恢复了更多的记忆 她也想起了那两个人是谁 一个是游艇驾驶员大力哥 她是长发兄弟家的仆人 因为父母早亡 所以很早就被长发兄弟的父母所收留 还有一个小姑娘叫梅根 这是长发哥在酒吧勾搭上的妹子 年纪不大 却很是性感狂野 一行七人上了岛后就直奔别墅 安顿妥当后就各自去玩耍 珍娜在户外练习舞蹈 小帅在旁边静静的陪伴 长发弟和小美是边游泳边不可描述 还捎带喝着点冰啤酒 长发哥则和梅根在房间准备进行爱的鼓掌 这时梅根提出边那啥边用摄像机拍摄 这样比较刺激 还说要送给自己做十五岁的礼物 长发哥一听就慌了神 十五岁还是未成年 自己这样算强那个啥幼女 于是冷静下来的长发哥就退出了房间 结果刚一出门就听到长发弟那边传来了尖叫声 大家赶紧过去查看 原来是冰啤酒的桶里 还有泳池的边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了很多的血液 看起来很是惊悚 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有些害怕 这时小美发现自己带的狗狗不见了 又想到这些血迹 怀疑是狗狗遭遇了不测 大家马上进行排查 最后一致怀疑是仆人大力哥干的 于是大家前驱对峙 大力哥却并不承认 众人没有证据 只好先回房间休息 第二天再做调查 这时画面来到了大力哥的房间 狗狗果然在他的房间关着 与此同时 一个人影出现在了大力哥的身后 画面一转 第二天小美一起床就去森林中找狗狗 但当她走进森林的一片空地时 却发现一个人被倒掉在树上 浑身是血 衣服上还被写了几个英文字母 小美的尖叫声 再次把大家都给召唤了过来 大家一看竟然是大力哥 看样子大力哥应该是被人杀死后 吊在了这里 大家也是慌了神 这到底是谁干的 这里可是长发哥家的私人领地 平时是不可能有人来的 年轻人们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假的赶紧回到了房间 冷静下来后 大家商量后决定 先把大力哥的尸体放下来 再报警 接着几个男士去解尸体 小美继续找狗狗 其他女士则留在别墅 但当男士们到了刚才那个地方后 却发现大力哥的尸体不见了 与此同时 小美在户外的温泉浴缸边上 看到了狗狗的毛发 小美赶紧打开查看 果然狗狗已经遭遇了不测 接着小美就遭到了莫名的袭击 等到大家发现时 小美已经被淹死在了浴缸里 同时在浴缸的边上 也出现了一个英文单词 连续死了两个人 大家再次害怕的躲回了别墅 关上了门 这下也可以断定 岛上除了他们外 还有一个可怕的杀手 就在这时 屋外的一棵大树忽然起了大火 所有的人都冲出去查看 等火熄灭后 大家才发现长发地不见了 这时大家注意到 玻璃上又出现了一个单词 这很明显是凶手留下来的 肯定是在暗示什么 大家赶紧把几个单词写下来 进行研究 但按照这几个单词的顺序拼写 发现这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 这时长发哥恍然大悟 难道是贾琳娜 大家一听贾琳娜都有些慌张 原来在一年前 长发哥他们在校园里 见到了相貌平平 缅点保守的贾琳娜 就决定捉弄一下他 长发哥主动约贾琳娜参加派对 然后灌醉了他 长发哥趁机和贾琳娜发生了关系 而更可恶的是 他们竟然用摄像机拍下来到处传播 最后贾琳娜受不了这样的屈辱 就离家出走 至今失踪已经有一年了 珍娜一听这个情况 很是生气 她并不知道长发哥干的这些坏事 珍娜推断凶手就是贾琳娜 她是来报仇的 但紧接着长发哥就予以否认 原来当年贾琳娜离家出走后 长发哥害怕出事 就约贾琳娜在小岛见面 结果两个人谈奔 贾琳娜甩开长发哥要走 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 就领了盒饭 因为担心事情说不清楚 所以长发哥和长发弟 就偷偷的把贾琳娜给埋在了小岛上 珍娜和梅根听到这里 都非常鄙视长发兄弟的为人 梅根更是决定 不再和长发哥同流合污 要自己离开小岛 在临行前 珍娜和小帅留给了梅根一个对讲机 以便有事联系 接着珍娜小帅和长发哥合计 线索说不定在贾琳娜的尸体上 不如挖开来看一看 大家是说干就干 结果在本应该埋葬贾琳娜的地方 发现的却是长发弟的尸体 贾琳娜的尸体却不知所踪 与此同时 对讲机里传来了梅根的呼救声 长发哥也是崩溃了 跑回别墅要收拾行李逃离这里 结果刚一开柜门 就被一条眼镜蛇给堵死了 而另一边 珍娜和小帅赶紧跑到梅根的房间搭救 结果发现梅根的床上 放着的是贾琳娜已经腐朽的尸体 与此同时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居然是大力哥 原来大力哥从小被长发兄弟欺负 他本来喜欢上了贾琳娜 但没想到自己暗恋的人 却被长发哥给害死了 所以大力哥就设计了这一出 然后依次干掉了和贾琳娜之死 有关的这些人 接下来就是一番常规的打斗 最终小帅不敌大力哥领了盒饭 眼看珍娜就要遭遇不测 这时梅根忽然出现 从背后捅死了大力哥 珍娜得救了 随后珍娜和梅根来到了码头 坐上了一艘渡轮 但这时梅根忽然开始攻击珍娜 原来梅根是贾琳娜的亲妹妹 这一切都是她主导的 包括策反大力哥帮她一起杀人 现在大力哥已经没有了价值 为了防止走漏风生 所以就杀掉了她 至于说珍娜也是为了防止走漏风生 所以必须得灭口 不过最后珍娜察觉到异样 竟然反杀了梅根 成为了岛上唯一的幸存者 现在真相揭开 尽管郑义哥和玉姐也都松了口气 现在只要再完善一下手续就可以结案 珍娜也很快就可以回家 随后珍娜回到病房和玉姐收拾东西 而另一边 珍娜的父母也来到了警局 准备接珍娜离开 可这时珍娜的父母 却指着墙上梅根尸体的照片 问郑义哥自己的女儿怎么了 郑义哥疑惑不解的 问他们知道这是谁吗 珍娜的父母肯定的说 这就是自己的女儿珍娜 郑义哥马上感觉大事不好 立马冲到了病房 只见玉姐被迷晕躺在了床上 而那个假珍娜却不知所踪 原来真的珍娜已经被杀死 也就是那个叫梅根的女孩 而现在这个珍娜才是真正的梅根 果然是一出移花接木 满天过海的好戏 故事到此结束 本片的故事情节和节奏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没有过多的拖沓 虽然有些漏洞 比如大力哥那里被策反的也太容易了 但总的来说 在同类型影片里表现算是优异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